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Viu at 启德 我是启德新区专员Steve 今集我带着启德社区推广部Angus 和我们一起飞越启德河 Angus 准备好了吗 Steve 我准备好了 那我们走 启德河也挺长 是啊 总长度约2.4公里 由蒲干村到起 沿彩控道经东头村和太子道东至启德发展区 最后连接维多利亚港 虽然以前叫启德明渠 但政府豪知了54.9亿重新打造 是香港进行的第一个市区河道活化项目 復收工程在2011年10月开始进行 到今年4月已经完成了 启德河完成后 河道两旁就会好像模拟片段全面绿化 启德新区是政府在香港推行的第一个智能城市 在这个智能城市中 创造具有吸引力的绿化河道 一方面可以降低吸热面的温度 减轻热度效应 另一方面可以透过光合作用 减少二氧化碳 释放更多氧气 改善空气的质素 为香港人带来移居的城市 不怪政府在启德跑道北端开了一个600米缺口 利用生物除烏法除臭 减少沉淀物 另外还有一个旱贵污水截流设施 和玉泥收集器去改善水质的问题 那我们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启德有水质的问题 和有臭味了 看回早前启德河的设计图 启德河部分范围可能分为多个大花园 内里不单有港幅空间给树木的生长 更可以用纳市集 和举办不同的文娱活动 成为香港第二个男身围 在香港这个高度密集的城市里面 在哪里还可以找到一个既在商业核心区 又充满绿化大的地方 但在启德新区 香港人就不用再在如与红掌之间做抉择了 咦?那很多人会想住在启德里面 对啊 不少投资者都看过这么清晰的发展趋势 有更加多的高端人士日转 现在楼价已经一步一步地攀升了 将来更加有无限的升值潜力 喂Angus 我们还在拍片 我知道 但我想快点跟家人说一下这里的情况 反正都要买楼 不如买这里升值潜力大的启德新区 说得我们启德新区是移居城市 自然就不是启德河那么简单 下一集我们将会介绍启德的休戏公园 请继续留意我们Fill at 启德 多谢 如果想知道更多有关启德的资讯 欢迎自连并联络我们的启德专员 我们好乐意为你提供所有资讯服务 这里咸区 就是这样一辆这里 再次创业 触变兑 要使自己安慣